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沪港股市总结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止到今日收盘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港股连升四个星期之后 今日是继续向好 横止见过超过两个月的高位 美股上周五见今年以来的新高 横止今早高开171点 报在20371点 低见20328点 之后在内地股市的带动之下 港股升市转级 最多升312点 高见20512点 中午升267点 午后在上午的波幅内走动 横止收报在20435点 升235点或1.17% 国际指数收报在8686点 升124点或1.46% 全日的成交为726.27亿元 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主要篮球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4毛 中国移动涨6毛5 建设银行涨8分 工商银行涨8分 中国银行涨4分 港交所涨2块7 中国人寿涨4毛8 邮邦保险跌3毛5 腾讯控股涨5块2 金沙中国涨4毛 长河跌5分 新红级地产涨1块4 九龙仓涨1块 中国海外涨4毛5 华润之地涨5毛2 中海油跌1毛 中石油跌3分 中石化跌7分 昆仑能源涨9分 中国神话涨3毛2 关注完了港股 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表现情况 周一的早盘受到全球股市上涨 以及流逝与讲话的双重利好影响 护身两市是高开高走 多头是大举进攻 创业板盘中市大涨5% 重新回到了2000点之上 护质也是一度涨近3% 创业板拜日的成交量是超过上中午的全天 午后开盘 两市的热情是丝毫未减 盘中市再度的上攻 创业板涨幅扩大至接近6% 然而在下午的1点46分左右 北京银行的突然诡异跳水 是带动了银行股整体的走低 两市的总幅是有所收窄 来看截止到收盘为止 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值是暴在2859点 涨49点 涨幅为1.75% 上证城值是暴在9665点 涨301点 涨幅为3.22% 沪深300指暴在3065点 涨47点 涨幅为1.57% 创业板指示暴在2023点 涨88点 涨幅为4.56%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洛阳玻璃折让87% 昆明机床折让75% 浙江市保折让74% 东北电气折让73% 中石化油幅折让69% 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状况 江苏宁湖高速溢价3% 福耀玻璃溢价2%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1% 中国平安溢价5% 怀柴动力溢价8% 关注完了股市 来看一下今天的重要财经资讯 中国海外发展日前就计划 向中信股份是收购内地房地产项目 初始的座价为310亿元的人民币 相当于370.8亿港元 当周297.24亿港元 将会以中国海外配售 于10.95亿股的新股来进行支付 相当于中国海外经扩大后 以发行股本的约为10% 配售价为每股27.13港元 较上周五收市价溢价约5.36% 而至于余下的73.56亿港元 将会透过向中信转让物业组合方式 来进行支付 中国海外就表示 交易需要得到股东的批准 被收购的项目 绝大部分由中信房地产 以及中信贷富拥有 主要是住宅为主的物业发展项目 位于主要的经济地区的25个城市 截至去年底 未继的中信按比例持有的权益 有关物业的组合总建筑面积 约为2400万平方米 万科企业日前就公布表示 以深圳市地铁集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地铁集团就计划向万科市出售目标公司 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股权 地铁集团将向目标公司 是注入部分的优质地铁上盖物业资产 初步预计为交易对价在400至600亿元人民币之间 万科将向地铁发行新股 如有差额以现金进行补足 交易完成之后 地铁集团将会成为万科长期的重要股东 公告就提到 交易需要得到双方董事会 以及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的批准 以及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证券监管部门同交易销易所等部门的批准 万科又提到 有关公司目前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除与地铁集团继续的谈判之外 仍然需要与其他的潜在对手方 是进行谈判以及协商 重大的资产重组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